如何去驅動人去產生對話 尤其我們這邊的議題是 要求國家去做轉型正義 但是國家是什麼 你叫國家去啟動對話 國家是誰呢 最後一定會落在 具體的機關或者是人的身上 所以接下來的問題是說 我們期待國家去做轉型正義 根據什麼去要誰去啟動這個對話 其實沒有法律的狀態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我來會證明說 法治不是充分條件 它是必要條件 就是這個意思 再來就是說 我們講的法治 當我們講法治的時候 就我的理解 我們對於法該如何定理這件事情 都會考慮到正當程序 都會考慮到法律設計的時候 要符合我們所謂的法治原則 法治國原則 要放進這些法律條文裡面來 如果一個法治已經放進了這些法治國的元素 在這個情況之下 還要把它理解成是法的暴力 用這個方式來理解 它是一個法的暴力的行動 那我就懷疑說 我們還有任何法治可言嗎 我們還有任何正當的法治可言嗎 這是我相信法的背後一定有暴力 對不對 即使是符合法治國原則下的國家的法 它要最後貫徹 它最後都會有一個暴力的擔保 沒有錯 但是如果用這個觀念去詮釋 就是這個轉型正義中的法治工作 我想可能是放錯了脈絡 因為我們不可能全盤否定法的存在 那法只要存在 它要被落實 它背後當然會有暴力機制 那我們講的轉型正義的法治 也當然是在這個脈絡下確定的法治 至於這個法治會不會成為一個政黨的暴力 就要看這個法律怎麼定 那反過來說 如果我們說不要有法律做基礎 那麼在這個情況之下 讓所謂的國家 也就是實際上某一個執政的人 去推轉型正義 這不是更危險嗎 這不是才更有黨同法義的可能性嗎 這是我所說的這個法治工作等於對我來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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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